出道高原迎来第一次体能考核 00后的新兵们能否克服高原反应 取得优异成绩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他们又能否顺利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 成功闯过高原特种兵的第一关 军师纪实本期播出 特战新兵上高原 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藏军区某个特战旅 一百多名刚下连的新兵 正在进行一次体能考核 在三千米跑这个科目中 新兵葛志勇一出发 就开始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没出第一脚 一着地我也感觉完了 绝对跑不好 感觉一满出去 那脚又都特别无力 刚跑了400米 本来体能素质很好的葛志勇 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就脚抬不起来 然后心有余儿力不足 然后心口闷闷得慌 你根本呼吸都跟不上 跑得特别难受 这是葛志勇第一次 在海拔3700米的高原跑步 一个星期前 他刚刚结束新兵连的训练 从内地来到拉萨 18岁的葛志勇之前 从没有来过西藏 也不知道高原反应是什么感觉 然而出于对特种兵的向往 在入伍时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远在西藏的高原特种部队 但我对这个部队挺想法的 因为特战旅嘛 跟别的不一样 我既然来当兵了 就终于到那种 练得最狠的地方 然后最艰苦的地方 当一名特种兵 是葛志勇从小的愿望 为此他一直坚持锻炼身体 练就了过硬的身体素质 在新兵连时 葛志勇的各项体能考核成绩 都表现优异 王泽航是葛志勇新兵连的战友 两人在一起训练生活了六个月 这次葛志勇和王泽航 一起被分到了西藏 出到高原 两人都体会到了 高原反应的厉害 飞里面就给扎什么东西 一点船车很难受 腿已经软得很软得不能再软 高原反应 是指人急速进入海拔 三千米以上的高原 暴露于低压低氧环境后 身体产生各种 不适症状的生理反应 对于驻守在西藏的 高原特种兵来说 克服高原反应 是他们必须要闯过的第一关 这次的体能考核 就是在葛志勇和战友们 到达连队一周后 部队对他们进行的摸底测试 如果身体适应不了高原的话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高原服役 没有办法在高原进行训练 而且我们这个单位 训练强度也是比较大 此刻 葛志勇刚跑了不到一半路程 已经用去了8分40秒的时间 按照这样的速度 他离全程15分50秒的 集合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而在新兵连时 葛志勇三千米测试的时间 一直都稳定在11分钟以内 在高原 就是你如果不带任何东西走路的话 相当于在内地 都是负重几十公斤在行走 所以说刚上来的话 任何一个考核 什么体能训练 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为了争取时间 葛志勇尝试着 加快跑步的速度 凭借着在新兵连 对自己身体素质的自信 葛志勇并没有把 在高原训练这件事 看得十分困难 经过一周的休息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 在高原的生活 然而 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 远远出乎了他的意料 六号十七分点五秒 到那边休息 不要蹲一下 起来 十五号十七分点五秒 走走 不要蹲着 不要蹲着 特别难受 就不想走 就想坐下 特别远 就站不住 要是你第一圈出去 就很快地跑 心肺一下受不了 知道吧 要慢慢地 身体活动开 然后心肺 知道吧 适应了这个环境 知道吧 想要快速适应高原训练 不仅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 还要有科学的训练方法 显然此时葛志勇 还没有完全适应 高原的训练环境 你成织多少 我十六分 十九 那你 要忙走好 刚好十七分钟 由于高原和内地的海拔环境不同 三千米项目 在高原的考核标准 比内地的有所降低 但用时十七分零五秒 依然是不及格的成绩 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 我在内地跑 腿圈 怎么说也圈着 跑了十五分钟 然后今天又破纪录了 面对第一次考核的失利 一向体能素质优秀的葛志勇 心里非常失落 他开始怀疑 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高原特种兵 刚过来 你们能把这个完整地跑下来 身体没有特别的难受 问题 应该还是不错 这叫做鸡鸽 在指导员王真看来 新兵们来到高原的第一次体能训练 出现高原反应是很正常的现象 比起速度和成绩 他更在意的是 新兵们是否有坚持跑完全程的毅力 对他们这一批新同志而说 只要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们可以完成一名普通战事 像一名合格特种兵的转变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是会天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天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摸底考核之后 为了让新兵们了解一个合格的高原特种兵的训练标准 部队组织他们一起观摩特战老兵们的训练 让他们自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同时也让他们看到自己与一名合格特种兵的差距 让自己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有一个学习的目标 还有努力的方向 观摩的最后一个课目是泥潭格斗 此时已经是傍晚 昼夜温差很大的高原气温骤降 泥潭中的水变得冰凉刺骨 而特战队员们却依然在坚持训练 我感觉他们应该能听到自己 两排牙齿磕碰的声音吧 下额一直在上下抖动 身体也一直在抖动在水里 他们已经先把衣服打湿了 在那站着 还挺安逸他们会不会感冒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葛志勇的内心 他曾经以为想要成为一名特种兵 只需要过硬的身体素质 却从来没有想到 在特种兵强悍的背后 是无数次对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考验 这次观摩之后 葛志勇对于特种兵的印象发生了改变 老兵们的坚韧与毅力 让他由衷地敬佩 本质的登场 跟下相遇的不算什么 拔手边在灵欄 动了个发透 之前 对于特征兵的印象就是 感觉他们体质 首先又要异于常人 所以感觉他们吃点苦也没啥 毕竟他们体质好 可能别人受不了的 他们能受不了 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没有千家百年的练习 然后从一次的失败中爬起来 是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征兵的 特战队员们的坚韧与国感 让葛志勇豁然开朗 他不再纠结于之前摸底考核的失利 而是将老兵们作为自己的目标 对于接下来的高原特种兵的训练 葛志勇开始充满期待 重拾信心后 葛志勇全身心地投入到 高原特种兵的训练当中 面对挑战 他如何克服困难 完成训练目标 首次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 他又能否克服高原反应 顺利登顶 军师计时正在播出 特战新兵上高原 特战新兵们的适应性训练 从基础的单干科目开始了 葛志勇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希望能尽快适应高原上的训练节奏 不 葛志勇三个权准备把病 上 收 说 有中官您一个 你一个那么大 记得向我报告 不 有个分 三个表 一 保护好 别忘了 二 别慌啊 别急 第二个手鱼开始滑 然后一直滑一直滑 然后又抓不住 虽然只是日常训练 葛之勇却没有丝毫松懈 面对出现的状况 他在单杠上稍作调整 继续坚持着坐下去 继续准备击好 帮他掉下来 击好 他在后面 不要洗 身体放在那边 不要碰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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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就不急引起来 把碰到这 走 走 走 虽然还想继续坚持 但由于身体原因 葛之勇不得不 在做完第四个之后下杠 第一次在高原尝试单杠课目 他距离及格的成绩 还差两个 他这方面应该还是比较要强的 也是想考一个好的成绩 这些天 老兵们在泥潭中摔打的身影 时常会出现在葛之勇的脑海中 他们坚毅顽强的品格 不断激励着新兵葛之勇 虽然第一次单杠训练的成绩不达标 但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 葛之勇很快 重新振奋精神 再次上杠 不 葛之勇上杠准备跑毙 上 站 一 二 三 做到第三个 葛之勇再一次有些体力不支 他一边调整 一边不断告诉自己 这次绝对不能再放弃了 这东西 这啥难的 怎么还弄不到个鸡壳 好 不错啊 葛之勇的单杠训练终于达到了及格的标准 下杠后 他如释重负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但却再次证明 在高原训练 坚韧的毅力 是克服困难的至生秘诀 同志们 按照计划 今天我们组织强化训练 行军路线为 从马场出发 沿交通嵌 至4911高地结束 爬升高度 1100米 此次强化训练 对于你们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 希望全体人员 坚决完成此次训练任务 两天之后 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 等待着这些特战新兵 登山训练对于高原特种兵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训练课目 由于高原的地理形态 形成了特殊的战场环境 要想练就过硬的作战能力 完成登山训练 是他们的必备技能之一 在高原 我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我们不可能全是 有给你修的水泥路 特种民可能就是 要遇水就要求渡 遇山就要攀登 而对于这些刚下年的新兵来说 要背负着30多斤重的飞囊 克服高原反应 登上4600多米的高山 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刚听到爬山的时候 觉得挺兴奋的 然后还挺期待的 面对到来的登山训练 新兵葛志勇 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紧张 走出了之前的迷茫与焦虑 面对新的挑战 葛志勇对自己充满信心 你觉得你到底能上升吗 我觉得这山也不乱很多 觉得你说个事情 一个小时应该没有来起吧 那等会我们一起去爬一下 你看你一个小时能不能爬到的 那准备一下 差不多应该要出发了 对 但是表作后出发 把装备都带起 大家拿出来 这样的话这个肩要减少点负担 好 三连 三连 出发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 最宽处也只有不到三十厘米 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容下一只脚站里 应该说是没有路 我们都是沿着一些放羊的小道 有的地方连放羊的小道都没有 我们再进行登山 负众在这样的小路上行军 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快 而在攀爬的过程中 他们还要时刻集中精力 以免踩到碎石头 滚落的碎石 对后面的战友会造成极大的危险 在高原 爬山 每上升一步 都对自己的体能和意志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越往上爬 山路变得越陡峭 将近八十度的陡坡 几乎与地面垂直 葛志勇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 向上爬 他们可能需要手脚兵用 而且重心必须要紧贴着山 这样才能防止他们意外情况 跌落山 有风 走到一个风口的时候 然后一阵风 差点把我刮下去 穷害怕的 一身冷汗湖北 不敢往下看 挺吓人的 一个半小时后 葛志勇终于爬到了半山腰 随着高度的增加 亲兵们逐渐出现了高原反应的症状 葛志勇也不例外 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喘气 人还有点恶心的感觉 葛志勇 还行不行 没事 我没事 好 上来 虽然葛志勇感到很难受 但为了能够尽快登上山顶 完成训练任务 他依然坚持着向上攀爬 既然到哪儿了 就不可能放弃 也没有理由放弃 不能放弃 是葛志勇在特战旅学到的第一课 此刻他心里清楚 登顶的过程 远远不是他之前想的那么简单 而作为一名高原的特种兵 这是他必须要经受的历练过程 他按下决心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他都一定要完成这次登顶任务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 他不断地调整呼吸和攀登的节奏 每上升十米 就稍微休息一下 在保证攀登速度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铁力消耗 就这样 葛志勇和新兵们 离山顶越来越近 快点 快到山顶了 大家加油 明明就感觉 山手就能摸到那山顶了 他怎么走都走不到那个顶上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但是还是走不到头 又过了半个小时 最开始出发的小队 已经有人到达了山顶 这让葛志勇看到了希望 他感觉自己更有劲了 在自己攀爬的同时 他还会帮助身旁 体力不支的战友 快到了 快到了 马上就到了 终于 葛志勇和战友们一鼓作气 顺利登上山顶 到达山顶之后 与其他人的兴奋不同 葛志勇一个人 久久地望着远处的景色 虽然来到特战旅 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但这些天发生的事 却让这个18岁的少年 成长了许多 最终 葛志勇和所有新兵 都成功登上了 4600米的山峰 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 登山训练任务 向着合格的高原特种兵 又迈出了一步 带着从特战老兵们身上 学到的坚毅 完成的意志品质 葛志勇开始了 他的高原训练生活 我们也期待着 他能在一名特种兵的道路上 继续破关夺爱 早日淬炼成钢 这是一次直升机 与特战队员的完美相遇 来自全国的武警特战精英 同台竞技 谁能更胜一筹 战营忽鸣 武警部队特战小队 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 他们又将擦出 怎样的火花 军事技史下期播出 必见天山 我们下期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